混账进阶 女生蜂网怎么站 你去贴着你的女道大 你不要真的贴上去 鸡儿别人抱紧 女生蜂网的时候 站哪个地方 第一个 站在线的里面 第二个 站在线上 第三个 站到线的后面 女生蜂网的时候 站哪个地方 你先站在哪里面 摸不到一点 好 我站我站我站 会有个什么问题 给他讲一下 首先站在里面是错的 在里面是错的 如果我们在封网的时候 女生站到里面 这个球过来的球速会很快 因为你的蓝搭档 杀球过去就会很重 对手给过来的球同样 打一块打块也会很快 你在前面没有挥拍时间 顶得太近 因为球过往你就得接球 就是那个 就马上面对那个球 对吧 你没有那个去处理球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错误的 抢网的时候你可以站到前面 但是封网不行 因为你的球是凭着出去的 对方球也是凭着不来的 所以说你们要往后站一点 那么现在 接下来站在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 发球前面 好害怕 看见几个技术回草面 来一下 也是也是给大家 他发现没有 伊丽教练他还是 之前是国庆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 他在前场站在发球前也很重 他自己就感觉压力很 对吧 他只能这样说 核心原因是什么 没有给足自己封网的是 这个空间和时间 正确的做法 往后退一步 给你们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就是前后的关系 如果你们要封前场女生封网封在哪个位置 这根线往后转过来 这个位置就是最好的 伊丽你到这儿试一下 结果还行 来我们试一下 请站 这样他在前场打球有什么轻松 这里就涉及到 在我们的这个封网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原则 包括打打球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原则 叫做贴着站打 什么叫做贴着站 另外你们如果是不太 你们觉得哪个 我给你们讲两种记的方式 讲两种记的方式 如果说你们觉得贴着站比较好记 就记贴着站 如果觉得贴着站不好记 还有一个技法 就是记这个 中间必须要有个人 就是必须要无球就回中 无球就回中 比如说我在后场杀球时 比如说我们现在前面 现在中间 比如说老主你给我一个后场回球 你先不要动 嗯 眼灯熊给我后场回球 我到后场 那么这个时候 一领在前场 我在后场 那么中间中场 是不是就没有一个 对吧 我们两个的位置 在这个三分法的场位里面 前场中场后场 我们两个的位置 就没贴住 对吧 没贴住 那正确的做法是 那他就说 为什么他在前面分不到我 就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站位 好吧 核心原因其实刚刚来讲 就是处理球的空间没有空间 那么我退到后场去 他到哪个位置可以贴到我 哪个位置可以贴到我 他是不是要到中场这个位置才贴到我 对吧 OK 所以这个站位就是对 这个站位就是对 那如果说 换一种情况 就是大家多了解一下 就比如说我 我打一个网 那一定要上去抢网 你上去上网 我上去上网 一定上去抢网的时候 我是应该站在后场 还是站在中场 那现在就去抢网 一定上去 你的女道当 你就会想起你的女道当 他上去抢网 你应该是站在后场还是中场 站到了吧 都会想 这个时候我应该在我 中间对吧 只有在中间 我们两个才符合什么 符合贴责战的原则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啊 这个这个时候 女毛球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点 特别打双打 男生在后场的时候 最好是跟着女生的屁股 他往前你也跟着我 你往后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要来贴着 好吧 就是两个人要贴着在 中场必须要联合人 他在前上 我就在中场 我在后场 他就在中场 你们这样奉网就比较好 好吧 这是第一个 要不然是一个 是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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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是在他后面 我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我观察到很多爱好者 女生在前面疯网 或者说你的大大的在前面 他跑到后面去看 然后球站在那 哎 你弄模糊了 可以手 或者打的 哎 上来接这个手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 就比如说我脖子 我就打一个这位置 你给你贵头一个 你给他一个贴头 你给他一个贴头 对吧 然後跳起来之后贵头一干嘛 对手就又上半斤了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厂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是的话 打个试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就你这前面一个人 来封往后面 那个人站在后面看 然后准备看 不太可以啊 有没有这个问题 在旁边当观众的 是是吧 OK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你去贴着你的女道当 你不要真的贴上去 其实别冒紧 就站在她的后面 站在她的后面 好吧 站在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因为你站在她 你不接球吧 你不接球 然后你就翻得住了 OK